老胡同有了新的生命 而传统小吃也不再只是墨守成规 时下流行的是互联网思维式的创业 在北京就有这么一家煎饼连锁店 老板非常懂得网络行销 他利用微博微信等方式打响了知名度 两年内开了40家店 店名都不大 但是单元营业总额可以达到千万人民币 脑筋动得快的老板最新的行销广告 模仿iPhone6发表会 那么成功拉近了和年轻消费族群的距离 他相信他卖的不只是煎饼 而是所谓的用户体验 在饼皮上打两个鸡蛋 撒点葱花和芝麻 抹上酱料 加上两根油条 再把双面煎得香脆 一份煎饼果子不到两分钟 大功告成 这是北京人传统的早餐 现在成了像麦当劳和肯德基姨 一样的快餐美食 平民小吃从路边摊变身高大上的餐点 两年多的时间 从13个座位的一家小店 扩展到40家店面 2014年底 单月营业额上千万人民币 风头估值12亿 以前煎饼在那个街上卖的感觉不是很卫生 然后在那种超市里卖的煎饼 就是没有它这块有特色 我挺喜欢它店的装潢的 然后感觉很好 装潢时尚 干净明亮 还有免费供应的普洱茶和大白兔奶糖 吸引小资白领 但真正刮起煎饼旋风的 是它层出不穷各种好玩的创意 就在苹果发布iPhone60 推出这段恶高影片 一本震惊地介绍它的煎饼和卷饼 蒙翻了网友 33岁的贺唱在百度和Google工作过 他带着网路人先天的敏锐创业 透过微博分享创业点滴 回复每一个粉丝的评论 网路上疯传他开宾室送外卖 还有漂亮的老板娘都不断创造话题 掀起煎饼浪潮 人人都可以随时随地 获取信息的时候 认知成本 或者叫认知流通成本的下降 几乎下降到零 其实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红利 比如说可能五年前 甚至十年前 你花两个亿 只要在中国的大电视台上 砸一下广告 全中国人民都知道你 但今天其实你砸二十个亿 可能还是不能获得别人的认知 就是因为每一个人 都有了能力和权力去掌控一个属于自己的信息链条 他没有花钱买过广告 靠着网路微博营销打开知名度 把煎饼从灰姑娘变成公主的创富传奇 获得铺天盖地的报道 甚至登上华盛顿邮报 再往后看三十年的话 我觉得很可能 以中国人 或者是以中国这片土地上建立起来的商业模式 也许会变成一个新型的引领全球的新型模式 贺畅在他的煎饼王国 打造了忠实的粉丝社群 第一年创造五百万人民币的营收 第二年他接着开火锅店 炖菜和饺子连锁餐厅 创下网路营销的成功范例 也激起各路好手前铺后继 以时下最流行的互联网思维投入创业 这是北京一家沙拉外卖公司 消费者透过手机下单 选择不同口味的沙拉 和想要搭配的面包 公司接到订单后 从中央厨房派遣送餐员 出门配送 他们大多是体育大学 办公办读的大学生 个个是身高180的阳光男孩 我的专项是前进百米 我觉得是健身健美 公司刻意招聘身材健壮的送餐员 迎合喜欢吃沙拉当午餐的女性白领 同时营造品牌的健康形象 先把这个拌好了 我再去敲沙拉桶 餐点送达之后把沙拉酱倒进沙拉桶 送餐员还会现场带动跳一段 摇滚沙拉操 做完一整套的摇滚操 筋骨舒展开来 沙拉也摇好了 这家也是由网路人创立的公司 不惜将矫情进行到底 把大叶菜和小鲜肉送上门 话题十足 同样的他卖的不仅是沙拉 还有体验 消费者拍张照 抠上网等于是免费宣传 系绒也很好看嘛 很美观 然后就吃起来心情也很好 网路营销的时代 大到连锁快餐 小到胡同里的小店 纷纷在网路上说故事 网路颠覆了传统的营销模式 想赚钱得跟得上网路时代的脚步